對於口罩男與女警 站在台北火車站 與捷運站地下連通道 兩人你一言我一句 起了口角衝突 到底發生什麼事 怎麼直方會回報 謝謝你的配合 謝謝詹先生的配合 我沒有配合 我是說你那次就不罰你 我沒有不罰你 口罩男態度很不友善 一副想激怒對方的口氣 但女子似乎對這名男子不陌生 原來他就是常常出沒 在台北火車站的借錢哥 把事先往前退 女警第一次接獲通報 到現場查看時 就發現借錢哥 尾隨在民眾後方 看準時機準備上前要錢 但發現女警就在身後 為了躲避盤查 還想硬闖火車月台驗票口 但被站務人員給擋了下來 只要轉頭裝沒事 不時做出奇怪動作後 加快腳步離開 借錢哥出沒地點 就像是台北地下 這種人來人往的地方 而像是這種落單的民眾 就很有可能成為 被鎖定的對象 你看鞋子新的衣服 新的包包新的 都到底給人家騙錢 而且專找人 那人去人 人去沒人下 人家就換錢 跟人家講的扯東扯西 跟他要去 人家不給他就扯 人家走他一直跟人家走 借錢哥不僅在台北火車站出沒 過去在新北板橋以及高雄火車站 都曾出現過他的身影 這名姓詹的借錢哥 從民國一百年開始 出沒在台北火車站 以及捷運站等人多的地方 只要是看起來好說話的民眾 他就會上前判談借錢 鐵井光以炸踢罪 就移送了他整整八次 只要民眾跟我們通報 我們通人都會及時趕到現場 那只要發現違法的狀況 我們就以規定處理 因為罪不重 加上騙的金額也不多 讓他更加有恃無恐 繼續出沒在各大車站 讓警方相當頭痛 提醒民眾如果下次碰到他 除了通報相關單位 不要理會就好 以免自己的愛心被濫用 記者郭仙陽 鄭仁中 陳芷芳 台北報導